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话语是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 以弗所书四章二十节 我们一起来读一遍 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 阿们 这一时间上帝借着我们监督 赐给我们的话语题目是 学基督的教会 求主帮助 让我们以恳切的心灵领受着话语 也求上帝赐给监督能力 为此一起祷告吧 父上帝啊 感谢你赐给我们话语 感谢你怜悯 没有任何资格的我们 教导我们 喂养我们 感谢你将我们想不到的 这爱与恩典赐给我们 这一时间 求主帮助 让我们更深刻地明白主的恩典 不再动摇 不再被魔鬼欺骗 不再让自己与上帝的关系 被离间 我们总是否认自己的实相 拒绝改变 感谢主用光照耀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发现自己的肮脏 悔改 并且改变 我们承认自己是非常的骄傲 并且是非常的无知 我们愿意接受主的带领 主啊 求你向我们说话 我们愿意领受你的话语 愿意悔改改变 主是圣洁的 我们也愿意像主一样圣洁 愿意拥有合乎 做主公的样子 来担当主交托的事工 求你用话语来纠正我们 父上帝啊 在这圣洁的主日里 我们愿意领受你赐给我们的话语 求你帮助仆人 将你的大能交光给我 当我释放话语的时候 也求你将你的权威赐给我 让我们每一位圣徒 都能够领受到永恒的上帝 所赐给我们的这宝贵的话语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基督徒的信仰生活 就是认识耶稣 学耶稣 是有这样的过程 要经历这样的过程 直到认识了耶稣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说 我们是学了耶稣 学了基督 现在我们所说的学了耶稣 这个意思并不是说 这个人来了教会 得救了就行了 一个人即使是信了耶稣 但接下来他还需要有一个过程 也就是学耶稣的过程 一个人遇见耶稣 认识了基督 认识了基督 他的人格 与另外一个人格 也就是我们主的人格 相交 开始认识主的人格 与他相交 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这样的人他可以说 嗯 我认识耶稣 我是认识耶稣的人 可以这样说 也可以说 我是学了耶稣的人 我认识耶稣 我认识耶稣 或者说 我学了耶稣 学习 学了耶稣 认识耶稣 这个意思不是说 我得救了 我信耶稣 嗯 当然 表面看起来 差不多 我信耶稣 我 认识耶稣 嗯 这方面都差不多 但他也有不同的地方 因为我只是 我 如果说我信耶稣 或者我遇见耶稣 嗯 这只是一部分 然后我学耶稣 学了耶稣 这个 包括的内容 更 深更广 一个信耶稣的人 他在主面前 是否站立得稳 他是 他的信仰是真的 是假的 如果只凭着 我信耶稣 这一句话 嗯 很难区分 因为很多人 信耶稣 就只是 嗯 做一个基督 嗯 做一个 宗教徒 披上宗教徒的外衣 按照这个宗教的仪式 去生活 实际上 他的内心 并不是真正的认识耶稣 与耶稣相交 他的心里 嗯 很多时候 还是 跟世上的人 没什么两样 就只是 外表有了一个宗教徒的 外衣而已 但我们现在说 学耶稣 这个就是 另外一个意思了 就不一样了 哎呀 牧师 这不都一样吗 有什么区别呀 不是的 我知道 这个不一样 比如说 有一个人 他 强调什么呢 我得救了 所以 行了 一切就完事了 他主张 只要我 得救 就可以了 他认为 哦 我得救了 那接下来 上帝就会为我 做保证 不 这一点 嗯 不是的 虽然他的罪 主耶稣已经代替 由主耶稣代替了 但是 想一下 这个人 他今天才信了耶稣 昨天 他还是一个 恶者 是一个犯罪的人 他是一个 即使犯罪 也不受任何良心 谴责的 这样的一个 很恶的人 只是今天 人迎接了耶稣 那么 接下来 他所有的行为 就很自动的 变成了 异人了吗 不是的 过去的那个 他还在 还在 所以这样的人 他怎么能说 我已经是完全改变的 另外一个人 他在主面前 没有任何 可以值得自夸的 因为他 一直是作为罪人 活过来 他的所谓的习惯 颜色 什么 都是 出于这个世界 然后这样的人 然后他 只是因着信了耶稣 他就主张 我是自由的了 这样是 不恰当的 我已经得自由了 得释放了 我 我不用再受罪的 压制了 你昨天才信了耶稣 所以今后 你就完全 会变一个人吗 接下来 你应该因着罪 如果是一个 一直因着罪 而苦恼 而挣扎的人 当他 遇见了主 然后完全地 脱离了这个罪 这个时候 哇 他可能会 有对过去 摆脱过去 有很深刻的认识 但很多人 并没有 并没有这样 换句话说 犹太人 他们是 这样的情况 他们一直在 罪里面挣扎 对他们来说 如果遇见主 那他们真的是 嗯 彻底地改变 但是对我们 没有过挣扎 与罪没有过 争战的人 这样的人 他不是说 信耶稣 一切就会 完全改变 他的行为 就会改变 品质就会改变 不是这样的 以色列人呢 他们是在罪下面 一直地努力 挣扎 想要摆脱 但是他们 摆脱不了 这样的人 如果遇见了 耶稣 那么从此 他依靠 耶稣就好 耶稣 已经为他们 解决了 就是法律方面的 这所有的问题 从此 他们只要 依靠 耶稣 活着就行 换句话说 主耶稣 为他们解决了 他们一直挣扎着 解决不了的问题 这是对于 犹太人来说 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对于我们 来说 外邦人呢 昨天还是 想尽办法 来犯罪的一个人 今天只因着 信了耶稣 就已经 与罪完全 没有关系了吗 我们 借着 犹太人的 这些 这个过程 我们可以 有所认识 原来 是这样啊 他们是这样的 拼命的 想要 争托这个罪 然后 一直争托不出来 那对我们来说呢 我们也要知道 我们要努力的 从此 我们要努力的 与罪斗争 摆脱罪 而不是说 我信耶稣 以后 信耶稣的这个瞬间 我就从此 与罪无关了 我就不用再在乎罪了 不是的 直到 也就是说 在我们信耶稣的 那一刻起 我们就要开始 接受 教导 也就是要 学耶稣 学基督 这是主给我们 提供的 新的人生 新的机会 新的人生 这是我们的 新人生 信仰生活 这个是 没有得救的人 干脆就不会过的 不会过这种生活 信耶稣的人 从新的那一刻起 他就有了 新的人生 新的生活 那这新的生活 该怎么过呢 需要不断地 学才行 信仰生活 就是学主 大家跟我一起说 认识主 消发主 与主交通 与主相交 就是这样的 这就是信仰生活 这是开始 信耶稣 就是我们 新生活的开始 我们看着 耶稣的义 这是这世上 没有的 在世上看不到 只有主 耶稣 身上才能够看到 义 他明明也是人 他是百分之百的人 当然他也是 百分之百的神 看到这样的人 他能显出 如此的义 我们就可以学到 啊 上帝是这样的 就这样的学 耶稣 开始了新的人生 就是说我们要效法 我们要效法他 我们要像耶稣 最终 我们要像耶稣 就这样不断不断地 笑他 我们就会不断地 成为一个 行义的人 成为一个行义的人 这样的效法上帝 学耶稣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最后会得到承认 总之 学基督的 这样的人生 我们不是说信耶稣 然后这个人生是空白的 而是从此以后 不断地学耶稣 效法耶稣 这个需要我们 投入很多的时间 需要我们人生 投入很多的时间 信仰生活 就是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基督那里 信仰生活 不是说 你只是了解一下 有关信 有关耶稣的一些 什么背景啊 当然那些也需要知道 但我们不是要 那个不是主要的 最主要的就是要 关注耶稣基督 深刻地认识基督 认识主的心 理解主的心 能够与主的心 产生共鸣 这个时候 这样的人 才可以成得上 是一个学耶稣的人 他是一个学耶稣的人 也就是说 学习关于耶稣的知识 和学耶稣 这两者是有很大区别的 我们今天在说的是 学耶稣 而不是学习 关于耶稣的一些知识 如果说学习 关于耶稣的知识的话 那就只是 只是要学一些 一些什么信息就好了 除了耶稣以外 还有周围的一些 他的历史 什么背景 什么 其他的各个方面 那些东西 虽然也是有需要的 但是那个不是主要的 那样的学习 不是我们信仰生活的目的 我们过信仰生活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收集一些 关于耶稣基督的知识 而是 就是认识耶稣本身 我们要与他联合 我们要与耶稣基督联合 要把他接到我里面 学他 认识他 效法他 这是我们的信仰生活 所以 学耶稣 这个跟学习有关耶稣的知识不一样 学习那些知识 那是 其他人 一般人也都可以学的 即使是他不愿意与耶稣联合 他也可以学习 有关耶稣的一些知识 有的人以为 来到教会 那就是在我的 我的人生的这个基础上 然后再加上 有关耶稣的一些东西 有关耶稣的一些知识 一些学问 这就叫基督徒了 这就叫过信仰生活了 不是这样 也就是说 我的生活是我 然后 耶稣是耶稣 没有 各是各的 我有我的人生 然后 我信了耶稣 那么 哎呀 我到星期六晚上才想起来 哦 我还是一个基督徒呀 那我明天得去教会呀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各是各的 不是在我的人生上面 再稍微多点缀点 信耶稣的一些因素 不是的 这种生活是你不学 耶稣也可以做得到的 这种 这种生活 你可以 哎呀 压低你的嗓音 主啊 全能的主 你可以学 你可以学习这些 外表的这些东西 甚至可能让周围的人觉得 嗯 这个人好像真有点 有点什么 但我们现在所说的 学耶稣基督 这个是指着 我们要理解耶稣 理解他 在理解他的人生中 让他完全地进到我里面 与我合一 换句话说 他完全进到我的人生里面 耶稣为什么要来到世上 父为什么要将耶稣拆到世上 因为上帝爱他 想要通过他成就爱 想要叫救恩成就 他来到这世上 是为了拯救我们 将他的爱 完全地 显明出来 他来 是为了 将他的爱 向我们显明 为了拯救我们 所以我们要让他完全进入到我们里面 让他的爱完全在我们里面 我们既然迎接了耶稣基督 这就是什么呢 这是我们的开始教 像你打开一扇门 然后卖了门槛进来了 有的人就是满足于这一样 就是刚卖了门槛 哦 就可以了 没有继续往前走 但我们不是 我们是从卖了门槛以后的那一天起 我们就要与主相交 我们要学主 相法他 我们的人生 应该集中在主那里 我们的人生 是主为我们安排的 新的人生 是主为我们安排的 就是学他的人生 学他 我们要体验到 他完全地 临到我们的人生里面 临到我们里面 学耶稣 我们的人生的目的 就是学耶稣 学耶稣 就好 这个话 我们仔细想想 这感觉就是什么呢 就是他在亲自教导我 一举一动 叫我来效法 叫我来跟着他做 这是学他 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他如果不将自己完全地显出来 我们没有办法学他 我们就无法学他 换句话说 他如果不告诉我们该怎么做 他不教我们的话 我们就无法学他 所以 理解主 认识主 理解主 这是主亲自向我们显明的 他教导我们的 学习有关他的那些知识 那只是 就是皮毛 一点点的 那只是知道关于他的一些东西而已 那些并不是核心 真正地学他 是要认识他 认识什么 认识他的人格 要能够发现他 能够感受到他的温暖 能够感受到他的心 这才是学耶稣 世上的人对他没有任何的感觉 但是呢 我们 心痛的时候 我们可以以主的痛为痛 我们喜乐可以以主的喜乐为喜乐 世人不知道 感觉不到 但是我们可以 我可以 我是在与主交通 以他的喜乐为喜乐 以他的痛为痛 这是与主相交 与主联合 当我们这样 能够感受到主的心 那 这个时候可以说 我认识主 我是学主的人 这才是真正的属灵的知识 属灵的知识是什么 真正的属灵的知识是 认识主的人格 主也是人 主也是人 但是我也是人 我们可以认识他 了解他 就好像在家里 夫妻之间 彼此了解一样 彼此认识一样 属灵的知识 是指着这样的认识 而不是说 过去几百年 几千年的时间 一直掩藏的一些 秘密 谁也不知道 然后 哎呀 我突然知道了 这才是属灵知识 不是这个 属灵知识 不是指这样的东西 不是指这样的奥秘 不是说在过去几个世纪来 上帝一直掩藏着他的奥秘 看着人灭亡 也不会管他 直到某一天突然 来看吧 这是我的奥秘 叫人知道 不是这样的 树灵的奥秘 树灵的知识 是 可以让每一个人 公平地得到的 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 我们自己可以决定 我要不要与主相交 为了叫我们都能够与主相交 得到这个机会 所以 上帝把 他的这样的旨意 都放在圣经里面 而且 不是仅仅放在圣经里面 还借着圣徒建立教会 也就是认识主的人 他们理解主的心 认识主 那些人 他们开始教导 所以 临传到了今天的我们这里 也就是说 一直传承 这 耶稣 关于耶稣的 这树林的知识 这树林的 树林的知识 树林的教导 一直这样的传下来 传承下来 不是说 我们只看圣经就能知道 因为 只看圣经是很难 很难准确地理解圣经 所以出来很多的异端 为什么出来异端 就是因为 拿着圣经 自己去理解 自己去解释它 新旧约圣经的核心是什么呢 当时过去有人不认识圣经 所以他们垂胸 苦恼 后来进入到新约 主耶稣亲自显现 将过去人们感到郁闷的部分 不理解的部分 然后亲口地解释出来 所以圣经的核心 就在于我们理解耶稣 与他拥有一样的心 能够明白他的心 所以看圣经的目的 就是你能否理解主的心 你的心 你的想法 上帝有上帝的心 主有主的心 那你的心 有没有进入到主的心 有没有与主的心 融合在一起呢 当圣经被编辑之前 圣经编辑起来的时间并不长 在那之前已经有人认识主 有人已经明白主的心 他们把这个教导 不断地教导给人 传承给人 也就是说 建立了这样的路 叫人能够与主相交的路 圣经 比如说圣经也是 使徒们说的话 圣经上的内容 就只是他们说的话 但是重要的是 我们迎接主的时候 我们要能够通过这话语 能够感受到主的心 感受到主的爱 要能够让这全能 通过我们显出来 哪怕过了几千年 因为一直这个话语 不是仅仅把这个 白纸黑字传给我们 还有这教导 也不断地传承下来 一直这样地传下来 也一直教导下来 只是文字 没有办法感动人 只能给人暂时的感动 无法叫人有 遇见主的那样的感动 使徒们将信仰传达 就是传承下来 教导给人 今天的我们 之所以能够迎接主 也就是因为有使徒们 他们所传递的 不仅是救恩 还有得救的人生 你信耶稣了吗 那行了 走吧 不是这样的 而是接下来 你们要怎么做 使徒们还不断地教导 得救以后的人生 你们今后 得救以后 你们要这样这样的生活 当人打开救恩这扇门以后 要努力地 学耶稣像上帝一样活着 像耶稣一样活着 要为此努力 虽然不是马上能 一下子就能做得到 哪怕要逆着自己的性子 也要去努力 这是上帝的旨意 使徒们 他们感受到主 与主一起同行 然后把这教导给人 旧约时代的那些人 以色列人他们 感受到的那些郁闷 然后使徒们都能够知道 所以把他教导 按照主耶稣的命令 把主传承下来 教导给人 教人 叫从此以后 凡是呼求神的人 呼叫上帝的人 都能够认识主 能够与主相交 不是用什么特殊的方法 也不是只有特别聪明的人 才能够认识主 哪怕是无知的人 也要他能够听得懂 主的呼叫 也要能够跟随主 这教导是谁都能够接受的 这是使徒们的职份 他们非常忠诚地担当了这个职份 那么就要学 他们如此地教导 那么今后凡是信的人 就要学 学习 通过自己的行为 显出来 一个人 在某一天信了耶稣 得救了 如果第二天 他就继续 跟以前一样 继续犯罪 那有什么用 主耶稣 赎了我们的罪 不仅赎了我们的罪 他还给了我们新的人生 这一点非常重要 很多人因为这一点分不清 所以呢 稀里糊涂的 明明信了耶稣以后 要开始新的人生 可他还是跟过去一样 就只是嘴上说 我是信耶稣的 但是行为还是跟过去一样 所以他们在教会里面 搞出很多的事 也折磨教会 给教会带来很大的问题 攻击拯救自己的母亲 基督徒的人生 是悔改的人生 基督徒是在悔改的这个背景下 一步一步地跟随主 学主 得救的人生 就是学耶稣的人生 知道了解 知道主的心 那么我们的行为也就是很重要的 因为我们的心是怎样的 自然也就会有什么样的行为 当然我们是要行出来 但是行不出来那是因为什么 是因为你没有心 所以心非常重要 方向非常重要 觉知非常重要 你的决心 我在心里面要下定决心 要怎么做 这个首先要有 方向要对 今后我要倚靠主 跟随主 要学主 他是我唯一的盼望 他是我唯一的道路 心里要下这样的觉知 渴慕他的旨意 想知道他的心 想感受他的心 因为我爱主 我想帮助主 我想逃主喜悦 我想一生都依靠主 主所期待的 并不是我们累积一些知识 哦 你累积了这么多的信仰知识 嗯 不错 不是 他关注的是 你有没有与他 迎接他 你心里没有他 你心里根本就没有他 没有与他合一 他会称赞你 认为你做得很好吗 我们要努力去学他 努力地学他 下决心 首先要下决心 主啊 我要效法你 效法主 就是为了向主 虽然门徒无法超过师父 但是至少学也要 也要学呀 加勒太书二章二十节说 我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 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 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不是说今后我的人生上面再加上耶稣基督作为点缀 不是这样的 我已经在没有我自己的人生了 而是主在我里面活着 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这才是新的人生 得救的人生 这是我们的本质 我们的人生 本质 主耶稣 主耶稣说什么呢 凡我所吩咐你们的 都教训他们遵守 要去教导他们 教训他们遵守 我就常与你们同在 直到世界的末了 你们要去教训他们 教训多少呢 到什么时候 直到世界的末了 也就是要教导所有的世代 教导所有的世代 这样主就会与我们同在 哪怕你们的教导需要很长时间 长久的时间 我也与你们同在 不是仅仅与第一代同在 第一代他们一百岁也没活得到 那主与谁同在 常与谁同在 就是凡是学他的时代 凡是向主学习的 所有的时代 所有的时代 主都与他们同在 使基督因你们的信 就住在你们心里 是的 我们要叫主住在我们里面 这不是什么很高 很高端的 很就是 真的是很难得的 这样的 这样的愿望 不是的 我们最基本的 就应该让 主住在我们心里 这是最基本的 愿主与你的灵同在 愿主与你同在 也就是说 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有的人不爱他 也可以遵守 但是只能遵守一段时间 因为心里 没有心 就只是有行为 效法 这个就只是学学外表的样子 但是没有办法持续下去 爱他的人才可以遵守他的道 遵守到底 爱 心里有爱的人 可以做到别人做不到的 因为爱人 是因为我心里喜乐 我愿意 你们如果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 那我父也必爱他 并且我要与他同住 我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 这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应许 他与孙从他的人同在 什么时候 以后吗 不是的 今天 此时此刻 他要与你同住 你既然开始了学耶稣的人生 那么 逐渐的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承认 我是学耶稣的人 我是学了耶稣的人 像他一样想 像他一样感受 愿大家都能成为这样的人 哈利路亚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 上个周 从17节开始 讲的是外邦人 我们不能向外邦人 那堕落的生活 这里 讲述外邦人是怎样的 他们的恶是怎样的 这里讲我们不能 心事不能向外邦人 他们将自己 就是他们是良心丧尽 放纵私欲 贪行 各种的污秽 攻击别人 一点不受良心的谴责 根本就没有上帝 在属灵上是 破产的人 道德上也是 彻底破产的人 没有办法改变 没有任何的改善 然后接着 今天讲的是什么呢 今天的经文说 你们学了基督 不能像他们那样 就不能像外邦人那样 你们是完全不一样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们学了基督 这不仅指一夫所教会 也是对于周围亚西亚的一些教会 因为那些教会 经常会有一些堕落的人 进入教会 污染教会 有这样的事情发生 所以保罗现在是在警告 亚西亚的这些教会 因为有些人在污染教会 危害教会 所以保罗在这样的警告 警告他们 警告这些信徒 那些 告诉他们在教会里 会有这些行恶的人 因为有些信徒 道德上都被污染 使得整个教会 都被玷污 本来教会 上帝的教会 是应该被圣灵充满 但是因为那些恶行 进入到教会 污染教会 然后教会的人 如果接受 那么树林上 马上就 跌下来 他们马上在树林上 就会 怎么说 完全地被玷污 然后今天读的经文 一直到二十四节为止 这里 讲的是 针对那些 危害到教会的人 要警醒 我们要警惕那些人 你们是学基督的人 跟他们不一样 他们那样做 他们是那样的 我们不要跟他们做比较 没有那个价值 他们不值得我们那么做 你们是学了基督的人 不要跟他们比较 外邦人 他们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形式为人 但你们不一样 你们是学了基督的人 那在哪些方面学了基督 他们并不是学了 有关基督的知识 他们学的并不是一些 有关基督的知识 信息 而是认识基督 这是他们所学的 他们学的并不是什么 神学知识或者是教理 而是与基督有相交 他们与基督有体验 有对基督的体验 他们是人格 与基督有人格的相交 认识基督的人格 这里并没有 这个经文 这里并不是说 你们是信基督的 而是说你们学了基督 可见我们所信的 这都是学的 都是学的 向基督学的 信基督 因基督得救 这个话差不多 但是学基督 这个意思更深 这里面包含着 与基督的 属灵的连接 联合 对基督的认识 和与基督的相交 这学基督包含着这样 有这样的深一层的意思 菲利比书那里说 你们在我身上 所学习的 所领受的 所听见的 所看见的 这里呢 学习和我们今天 所说的学基督 有一些不一样 学习了 如果说我学习了什么 哦 那个 我那个好像学过一次两次 现在我们所说的学 不是指着这样的学习 不是指着 啊 我学什么乐器 学了几次 或者学什么 上什么课 上了几次 不是这样的意思 学基督 就简单地说 学基督 也就是我们 我们要知道 就是学 一切 不是只是 一点 约翰福音六章四十五节 那里说 凡听见 复制教训 又学习的 就到我这里来 这个听见 复制教训 又学习的 就只是参加这个学习班 学习过几次吗 不是 这是包括 上帝的所谓的拯救 施工 我听了 又学习 这学呢 不是只学一次 有关于拯救的施工 还有很多 有关上帝的 还有一段经文 这是主耶稣对我们说的 很美好的话语 就是什么呢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这样你们就必得安息 必得享安息 你们要学我的样式 这里说你们就必得享安息 这也是关于救恩的话语 但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不是仅仅是不分的 而是学我的样式的一切 与我相交 这里包含着 相交 或者是 效仿我 学我的样式 就是与我相交 效仿我 理解我的心 理解我的心 这是指着内在的相交 学 如果学 说学的话 那就是指着教导 就需要有教导 也就是要有 这个离不了传承 从使徒那里 传承下来的基督 所以 哥罗西书二章六节那里说 你们既然接受了主耶稣 主基督耶稣 就当遵他而行 既然接受了他 他就是传承下来的 从使徒那里传承下来的 你们既然接受了的话 那么就当遵他而行 然后呢 就当遵他而行 后面说在他里面 主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 正如你们所领的教训 既然领受了主基督耶稣 领受的是什么 初期教会时期 使徒们和传道人 那些见证人 他们所传承的内容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 能够认识耶稣基督的那些内容 把它传承下来了 这里说的你们既然接受了 这个接受就是指着 使徒们所传承下来的内容 主耶稣对于三次否认他的彼得 想一想 彼得对于主的那个忠心 何等了得 因为主这样的 然后说他 然后他接下来去 进后以后 他去传 传耶稣基督 从此以后 他不断地去传 耶稣基督也就是去教导 向人教导耶稣基督 就这样把它传承下来 使徒信传那里说 也就是初期教委的时候 他们就每日在店里 在家里不住地教训人 传基督是耶稣 为什么要教训人呢 因为人都是罪人 他们没有灵感认识主 所以需要有人教训他们 还有哥罗西书 哥罗西书一章六节七节那里说到 你们听福音和学 也就是这是两件事 自从你们听见福音 真知道神恩惠的日子一样 正如你们从以巴福所学的 就是他们从以巴福学 那意思就是什么 是从上面把这个 从前面把使徒们 从使徒那里传承下来 关于耶稣的 关于基督的这些内容 要去教教导人学习 教教人知道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四节说 但你所学习的 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 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 我们要学 拯救我们的话语 这个不是说几千年来 一直隐藏着 某一天突然出来 而是向所有世代的人 显明 叫他们都能学 都能够知道 向所有的世代的人 显明 这是上帝对所有世代的人 的祝福 教导犹太人的时候 是叫他们顺从律法 在主耶稣来了以后 属基督的人 学基督 学祂的人格 学这个人 学基督这个人 为什么学祂的人格呢 因为学祂的人格 可以与祂相交 可以让祂领导 住在自己里面 因着祂的教导 祂的教导 可以让主一直与我们同在 对主的教导 可以让主领导人 领导人里面 主是有人格的 所以我们要学祂 与祂相交 不断地与祂相交 基督徒 基督徒 适应着主 而有了新的人生 是一个新的人 我们虽然有了新的人 但不是说我们这个肉体也彻底改变了 罪人也彻底改变 所以从信主那以后开始 我们需要 虽然是新的人生 我们需要不断地改变 悔改 需要不断地悔改 断绝罪 要不断地断绝罪 我要意识到 我是一个罪人 如果你主张 我不再是罪人了 那在那瞬间 他就会开始 虽然我们得到了新的人生 重生了 但是我们这肉身 还是一个罪人 我们要承认 我们这样的罪性 要彻底地断绝罪 要与这个世界 与这个世界断绝 如果不努力去做的话 不与罪断绝 这样的人 他到底是真的得救了吗 很值得怀疑 经常说 岂不知与世俗为友 就是与神为敌吗 这样的人 他与世 与这个世俗为友 这就证明他还没有得救 所以试图劝勉信徒们 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世代 得救是从罪里面得救 脱离罪 不要叫罪来主管自己 这才叫得救 然后我们要用基督的心 充满自己 用基督的品性来充满自己 谁知道 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 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还有圣经还告诉我们 要与主的性情有份 要与神的性情有份 不然的话 那就是眼瞎的 人如果不这样的话 那就是眼瞎了 就忘记自己 是过去的罪 我们要兼顾 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 我们就会 进入到主的国里 像主一样思想 像主一样伤心 像主一样喜乐 像主一样有连续的心 基督徒的人生 是与主相交 然后向主 学主的人生 约翰一书 哪里说 我们与主相交 我们信耶稣 那就是与主 与父并他的儿子相交 约翰一书 我们一起读一下 一节到四节 论到从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 就是我们所听见 所看见 亲眼看过 亲手摸过的 这生命已经显明出来 我们也看见过 现在又做见证 将源于父同在 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 传给你们 我们将所看见 所听见的传给你们 使你们与我们相交 我们乃是与父 并他儿子耶稣基督相交的 我们将这些话 写给你们 使你们的喜乐充足 与上帝相交 这是我们的信仰的本质 凡是遵守主的话语的 那么 他就会怎么做呢 就会照主所行的去行 约翰一说二章五到六节 有这话语 还有主赐给我们的话语 我们不能藐视 这里面教导我们该怎么做 具体的要怎么做 这是一个 可以说是一个模板 我如此地爱你们 你们也要如此 要彼此相爱 我是不是洗你们的脚 那你们也当彼此洗脚 罪 爱可以遮盖罪 本来我们都是要下地狱的 没有任何的机会 但是因为爱 因为主是爱 所以他给了我们机会 我们要想得到这爱 我们也要去 去爱人 与我们相交的主 神 他是信使的 我们的神是信使的 还有约翰一说 那里说 论到你们 你们必住在子里面 也必住在父里面 上帝的计划是什么 就是让我们效法 他的儿子的模样 拥有像他儿子一样的 那样的 爱人的样子 充满慈悲的样子 还有牺牲自己的样子 忍耐的样子 上帝希望我们 如此地效法 他的儿子 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 那里说 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 就预先定下 效法他儿子的模样 最终使他儿子 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 最终 把他们踢到天上 他会把我们踢到天上 哈利亚 所以愿大家都 努力地学耶稣 过这样的生活吧 努力地去效法主 与主相交 不要骄傲 而是谦卑地学习 都成为学了基督的人 哈利路亚 我们一起祷告吧 求上帝将今天次的 这所谓的话语 都能够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我们愿意这样的 不断地训练自己 跟随主 我们不要仅仅满足得救 要因着主所教导的这些话语 让我们不断地去改变 去学主 去效法主 成为向主的人 能够感受到主的想法 主的心 理解主 求上帝在我们里面做工 为此我们一起祷告吧 我们一起祷告 利解主 我们一起祷告 教育 父母 我们一起祷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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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祿祿 祿祿 祿请祿 佛上帝 求你帮助今天听到的 每位圣徒 在我们里面做工 让我们都成为向主的人 首先谦卑地学习 把主接到我们心里 接到我们的人生中 让我们发现主 与主同行 求主做工 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足 虽然我们是这样的不足 但是求主领导我们 与我们同在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我们要走的路 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这个世界 真的是充满了很多的险恶 但是主与我们同在 祂一直愿意与我们同在 所以让我们 好好地侍奉主 学主 成为祂的喜乐 不断地改变吧 请大家站起来 我们一起 来尝赞美 月时认识主 祝福 祝福 아픈 시절 속에 마음 쉴 곳 없네 지친 나의 영혼 의지할 곳 없네 고아갔던 나를 그가 품으셨네 죽어가던 나를 그가 살리셨네 무너진 마음을 위로하신 주님 주를 더할수록 만족할 수 있네 웃듯이 내 손을 놓지 않는 주님 후추를 더할수록 평안을 누리네 어디서 왔는지 어디로 향할지 갈 길 알 수 없어 소망도 없었네 애매이던 나를 그가 부르셨네 거룩한 길 위에 나를 세우셨네 내 삶에 오셔서 길이 되신 주님 그를 더할수록 감사할 수 있네 내 모든 걸음에 동행하는 주님 주를 더할수록 새날 기대하네 같이 무뎌진 마음을 위로하신 주님 주를 더할수록 만족할 수 있네 웃듯이 내 손을 놓지 않네 주님 주를 더할수록 평안을 누리네 내 삶에 오셔서 내 삶에 오셔서 길이 되신 주님 주를 더할수록 감사할 수 있네 내 모든 걸음에 동행하는 주님 주를 더할수록 새날 기대하네 새날 기대하네 주를 더할수록 새날 기대하네 주를 더할수록 새날 기대하네 단대히 가르리 단대히 가르리 주를 더할수록 할렐루야 아멘 如今 願我们救主 耶稣基督的恩典 天赋无限的慈爱 圣灵的交通 与一同献上礼拜的 所有圣徒们 圣徒们的心灵和生活 同在 从今 直到永远 아멘 오늘 우리를 받으신 우리 하나님 앞에 감사 박수 뜨거운 박수 올리겠습니다 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 来感谢上帝 我们作为主的身体 让我们能够恢复 不断地恢复 修建好 为此让我们 不要忘记这样的心 这是我们的愿望 我们恳切地盼望 这也是我们要面对的 课题 不要叫仇敌 再找到我们的缺口 所以这一周的时间 也愿大家能够充满 圣灵充满 能够强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统员 祝福音响 祝福音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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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